人总是喜欢将一些解释不到的事 视为灵异事件与鬼神扯上关系 不同宗教对鬼有不同的演绎法 无神论者更加将鬼神完全否定 到底是人虚扣了妖魔鬼怪幽灵 还是魔鬼施了术创造了灵异录 HK026会以不探灵不诽谤不扰言惑众的角度 实行灵异透明化 希望大家可以用平常心去应对人世间的灵异点滴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HK026 今集我说回近日我出去看风水 我预认了一个客人 那个客人之前找我算八字 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我听他这样说 当日我记得我去看完风水 去人家看了洋杂 遇到这位客人 我们一起去下午茶 大家都有时间 这位客人 这位女士 她其实是一个 她的职业是在夜场工作的 我不会透露 因为基于私隐理由就不会透露 她什么名字 我当她是Y小姐 这位Y小姐本身是单妃妈妈 这位丹妃妈妈和她先生和儿子 住在深圳黄江那边 每一天都走来长途拨市 即日来回来香港 她有HKID 有身份证 不过她们选宰在那边住 可能觉得地方较为阔落 每一天就来香港 她曾经早期找我算八字 我记得她 大家见到面 她就告诉我大概是早两三个月前 她是怎样 因为她夜长 很多时她们会回到 下午可能12点多钟 她会来到香港 去她夜店的工作 到晚上有时她真的忙 比如有客人 她可能会做到晚上凌晨的 三点多四点钟 自己一个人就回去了 当晚她就告诉我 这件事发生是怎样 她就自己过去走 在九龙 大家想到游尖望的地方 就要街上走 由于凌晨 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可以说她看不到有什么人了 她一直走 走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很静 其实车都已经比较少很多 她的手袋里面 就吃了一些糖 那盒糖就吃净 吃净不止一粒或两粒 那盒就是一个铁盒 于是她在手袋一路走 手袋一路叮叮咚咚咚 叮咚咚咚一路走 最初就觉得叮咚咚咚 就觉得很静 其实我猜她已经觉得怯了 一路走 走走走走 她经常觉得有人跟着她 有人跟着她 她已经提高警惕了 当时她在想是否拆仔 还是会摸摸 她就在想这 她就没想到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一路走走走走走 突然她的手袋 她背着手袋 手袋是大力一扯扯下去的 当时她立刻就想着 揉着手袋 想着她是否打劫 她就立刻轮着面 看前后左右有没有人 整条街只有她一扯 她就觉得很奇怪 为何扯完手袋 这样她就继续走走 既然没有人 她的手袋又在 继续走 继续走 但她的手袋比她之前 重很多很多 很重很重 是很重的 她告诉我 她的手袋不知为何很重 好像放了很多东西 但的确确的手袋 正常来说 她的手袋只有钱包 电话这些东西 没有理由重那么多 好了 她就回家了 当她回家之后 她的儿子就发高笑 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当然她跟我说这些 坦白说 我又不会捉鬼 我不是道士 而且门派又不同 我当时听 听她说这件事 我说 那你怎样看 她就跟我说 她就说 我经常认着 当晚是有些骯髒东西 但那些骯髒东西 就捐在我袋里 我带了回家 所以令儿子生病 我今集说 这故事出来 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只是想 高达一点点 很多 其实现在 在坊间里面 好像我们026这些节目 其实也有很多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 有时听到 或者我们经历一些事件的时候 不要经常说 自己已经承认着 很多时候如果在佛教里面 我们说一件事 鬼有很多时候是心魔 是来自在我们的心里面 鬼为何只可以存在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 都有鬼的存在 我们已经就着不同的电影 电视 看得越多 已经对鬼的 那个 那个 影响 已经入腦了 譬如说 鬼一定要是长头发 鬼一定要穿红衣 或者白衣 鬼一定是飘过的 还有鬼一定是晚上出现的 还有在夜难人症的时候 就是吓人很恐怖的 那女鬼通常是鬼那么漂亮的 你看看 比如那些寥斋 那些精 一定是漂亮的 不会是丑八怪的 一定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在这里 其实我想去提出一点 就是说 有事 是不是真的鬼呢 还是根本上 我们本身人里面 我们人的思想 一早已经在想着 是有鬼的 就像我们基督教说的一件事 凡扣门者必认 无论你去敲门 找神 找神 主耶稣 都会有人认我们 另一方面 就算我们敲门 去找魔鬼 例如我们去做一些灵探 我们到处去 看看哪里有鬼 我们今天就是要照他出来 OK 让你找到 也不奇怪 这一集就希望 不会吓到 晚上单独回家的人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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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